讲到王定宇 那我就不禁想请教汉婷了 因为现在这几天不断的在吵王定宇相关的一些新闻 到昨天已经礼拜六了 这个葛思琪也还在跟王定宇隔空用直播来校正 那我们准备看一下换这张图 是看到王定宇他这几天频繁的发文 发个没停 这个发的速率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 过去他有发到这么多吗 虽然也挺常发文的 可是像郑克爽他就整理了一下昨天 王定宇深陷了我想要你的争议 一天内狂发了十一篇文来转移焦点 那当网友在下面会问说 那我想要你是什么样的意思 跑去洗版的时候 王定宇有几度是忍不住 他还回应了 那我想要你什么意思 去法院的预计 生气了 去法院的意思 或是直接说我想要你怎么样 他就说去法院 现在一切都要去法庭上面认证 那可是呢 王定宇他也嗆瞎了 他截了葛思琦的对话内容 就说这个狗仔呢 根本都是在造假 还说是不是还偷偷跟别人承认了 我就是乱说的 葛思琦现在嗆瞎说 这件事情我管定了 尤其像姚明哥昨天也提到 他认为这一次王定宇得罪的 恐怕不是政治圈 而是因为他去酸刘德华 所以这次得罪的是娱乐圈 包含了前面有邱离宽 还有现在过去主要都跑娱乐圈的狗仔葛思琦 出来逆袭吗 汉婷 有一些因为我常常到立法院嘛 然后就经过了应该是王定宇的办公室门口 如果在地上突然一踩 踩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我一看 哎呀 是脸啊 是王定宇的脸啊 哇 这个王定宇的脸都不要了 就丢在地上给人家踩啊 哇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很惊讶 当然啦也是意料之中 情理之内 这个王定宇 你看你的爸爸给你的名字 起了一个多好的意涵 定宇要平定宇宙 结果王定宇你只会平定房东 和平定人妻 这难道不是愧对你爸爸给你取的一个名字 这么了不起的含义吗 结果现在你顶多再平定一个 葛思琪 这有什么了不起呢 所以这国防外交委员会的资深委员啊 国防外交根本应该是租房内交委员会吧 应该委员会里面要开 好危险 真的好危险 租房没错啊 租房没错啊 租房内交委员会 那应该要开一个租房委员会 然后邀请这个王委员来担任委员会的第一召集人 跟永恒召集人 对吧 应该也没有别人了 未来呢可能还有 也不会有罗智政 对吧 但是可能也不会有这个赵天琳 会不会有别人没发现 目前不知道 所以目前为止 就是葛思琪他到底是不是批图呢 不知道 但至少他讲的信誓旦旦 至少呢他敢说我们大家去观光庙前去发誓 但是王定宇呢确定是批图 尽管他想要用他的批图来告诉大家 哎呀你看大家都可以批图啊 大家都可以造假啊 所以我造假一张 说葛思琪乱讲 葛思琪那张可能也是造假 可能也是乱讲 这个类比呢完全不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张很明显就是造假 可是葛思琪那张目前就是各种的分析 或各种专业上面来看 没有人怀疑他是批图 没有人怀疑他是造假的相关痕迹 那至少葛思琪说 我们还可以去观光庙前去驻抓 那么王定宇不敢 或者是不愿意配合 当然啦一个立委 然后如果被一个小狗仔所质疑的话 你不想要回应 第一个就展现了你的傲慢 对吧 尤其质疑的还是一个事关重大的事情 如果真的都是一些很无聊 鸡毛蒜皮的 问你说早餐吃什么 那确实不用去理他 那加上呢就王定宇本人过去 就有不良的前科跟不良的记录 否则的话大家也不会信任啊 就如果突然有人拿出这张这个记录 然后说是历史哥 这我们大家就不会相信 因为历史哥就是他很爱家 爱家好男人 爱家好男人啊 他有良好的形象啊 你如果只拿一张这个图片 这个很难幸福 你要有实际上的影片 你要有更多证据 可是说王定宇我们就会相信 为什么 因为你过去有不良记录嘛 怪谁 怪你自己啊 而且为什么过去人家 在你的服务处门口 喷上了这个人妻相关的字眼 你却没有回应呢 你没有大作文章了 你没有说大力的要去提告啊 没有大力的召开记者会啊 这么严重的事情 王定宇代表台南相亲的脸面 对不对 王定宇你自己都不出来抗议 那台南的相亲 可能也都看不下去啊 你不要为了自己着想 你也要为台南相亲着想嘛 对不对 这个当大家在爆料 王定宇委员可能有各式各样的 桃色风波跟问题的时候 王定宇你要想想台南相亲的感受啊 台南相亲是什么感受 我们怎么会选出一种 圈人妻的这样的立委呢 我们怎么会选出一个 租房内交委员会的这个委员呢 台南的相亲肯定是觉得 不在意啊 当然是不在意啊 难道台南相亲会觉得 选出这个垃圾很糟糕 我要把它拉下来吗 没有啊 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他不是继续连任吗 继续干 继续干啊 你们两个真的不要再一直 害我们被黄标好不好 没有我们是在讲他当立委啊 这就是民主的堕落嘛 这就是民主的堕落 不过当然啦就是你看 他就贴出了他很多到处去会刊啊 到处去这个接受陈情啊 的这些照片 可能就那个陈情人来讲 也会觉得我才不管 你有没有什么小三 我才不管你的家务事 你帮我的案件处理好就好 这就是民主的堕落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立法委员 不看他的道德 不看他的素质 不看他的诚信与否 只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你的案子 你就投票给他 这还能符合民主的精神吗 这还要符合善良的政治吗 这还是理想中的政治 跟理想的公民社会吗 解决任何一个陈情人的案子 每一个民意代表都可以 你不用找王定宇 你找别的立法委员也可以解决 就说什么会刊 我们去修路啊 我们去铺树啊 我们这个开什么会啊 不用王定宇 王定宇的助理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议员就可以了 议员就可以了 不当然就根据层级的不同 就任何一个民意代表 都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那除非他的这个服务啊 态度特别好 对吧 热忱 然后呢各种的这个 不知道 但实际上就是 如果我们觉得 身为一个民意代表 不需要有基本的道德素养 那只需要看 哎呀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正不正确啦 他会不会哗众许宠啦 然后或者是 哎你看他就很会跟你拔弄啊 那这样的一个民主啊 早就已经就是民主已死 如果我们所选出来的政治人物 连基本的道德水平 跟基本对家庭的诚信 或者呢是最基本的这些的关系 都不清不白 然后一样能够继续连任 继续胜选的话 那这个人就算他在公共职务上 有什么样的良好的德性 他仍然是一个坏人呢 当然啦就也不仅仅是台湾这样 那你说美国不也是这样吗 那川普难道没有一些逃色纠纷吗 柯林顿没有逃色纠纷吗 有啊但大家还是觉得没关系继续挺他 这就是民主的堕落啊 这也显示什么 显示了整个政坛里面啊 无人可用 如果说哎你看他道德素质很差 他是个人渣 但是他很会问政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民进党内竟然没有一个 道德好又会问政的人 对吧 为什么我们会选出一个所谓 而且王定宇还不怎么会问政 但是如果认真就看他的质询就知道都是做求啊 都是意识形态 都是要把意识形态 不然就是做求 不然就是问一些所资就能够达到的东西 就是问一下国防部长 哎我们有没有什么战略啊 我们打算应该要怎么办啊 好那我们目前有什么计划啊 对吧 他的质询大部分都是这种东西 那国防部长就老实跟你讲对吧 那这种东西书面报告就有啦 你就要国防部给你书面资料就好啦 为什么你还要上台问呢 因为你上台问不出东西 所以才必须要讲垃圾话拖时间 就是跟这个部长一问一答 哎呀好像以为自己很厉害 好像以为自己在监督 不是耶 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有经过质询就知道 那是很low的层次的一种质询 就大概仅胜过于高雄六小福那些妖魔鬼怪 如此而已啊 就王定宇难道有挖到什么案子吗 在国防外交里面 没有耶 他都是什么 他本身就是案子 他本身就是案子啊 不然呢他就是在打压案子 比如说先前外媒爆料 哦我们呢买到了一些破铜烂铁 买到一些发霉的东西 王定宇身为国防外交委员会 第一时间说什么 说假讯息 内容农场的假讯息 结果后来发现呢 是真的 美国国务院都坦诚 是真的 对吧 那就是有王定宇这种委员 所以才导致即便国军内部有人想要反应 有人想要去陈情 都会被挡下来啊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一名军官 一名军人 他受到了一些委屈 他受到一些打压 他觉得美国卖给我们的都是烂货 他觉得美国对我们服务不好 你敢不敢爆料 不敢 因为你一旦爆料 就会被王定宇支流 讲说你是假讯息 你在破坏台美关系 你是中共同路人 你是第五重队 谁敢爆料呢 所以正是有这种委员的存在 才会使得中华民国被掏空 也才会使得我们的国军的士气 无法振作 王定宇只振作他自己的晚上 跟他自己的房间 但他从来不想到如何振奋 国军的士气 还在所谓的国防外交委员会 对吧 所以他确实是应该解释一下 就当天晚上 我好想要 什么 我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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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要可能更厉害 哦 这不知道啊 但是呢 我觉得更令人质疑啊 是他也一把年纪了 对吧 他也一把年纪了 然后还能够如此 假设为真 我们有个前提叫假设为真 一把年纪 还能如此生龙活虎 难道会是只有今年才有的事情吗 不会吧 难道只有这个晚上吗 如果一个男人 一天偷吃被你抓到 哦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我最后一次 你信这种鬼话吗 对不对 没有这个就叫 基年累月 基年累月 难道他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才会这样的想起你吗 对啊 是不是 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好 那么我们呢 你看这段又荒唐 但是又带有点震惊 我们也谈到了民主的一个核心价值 我们也谈到了一些选民的素质 跟在这个投票的一些意向 就让我们进一段广告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